大家好,我是孤独风光战士,欢迎收看本次的笔拔科普 有许多玩家买回来新的笔记本,发现屏幕的封面率虽然上去了,字体变小了,显示东西不动了 但总会感觉屏幕显示的画面没有手机那么细腻 甚至有时候感觉还不如以前的老机器的758P屏幕 好多新的笔记本虽然屏幕都升级为1080P全高清 但实际使用时会感觉分别严重,颜色偏暗偏灰,可视角很窄等问题 以前老发烧友经常会说1080P的屏幕甩768P的一条街 那么现在笔记本用1080P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吗? 这期科普咱们就讲讲笔记本屏幕的那些事 看看厂商制造全高清、IPS、防线钢等卖点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屏幕的参数很多,全部介绍的话复杂 而且对一般消费者来说意义不大 现在就挑几个相对有意义的参数数 包括亮度、对比度、色域、屏幕色彩、面板类型、可视角和显示时间 亮度,这要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LED屏中指的就是LED背光的强度,单位尼特 屏幕标亮度指的是所能达到的最大亮度 因此理论上亮度越大越好 用不到可以调低,但是不够的话就不行了 一般笔记本的亮度为220-300MHz 扯到亮度这里再说一下调光方式 一般分为PWM调光和非PWM调光两种 具体这里就不展开了 只要记住非PWM调光更护眼即可 对比度指的是屏幕显示屏黑和白的亮度比值 根据测详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动态对比度和静态对比度 动态对比度参考意不大 厂商为了让数据更好看 都是拿最大亮度的白色和最小亮度的黑色比出来 没啥参考意 平时每次评测介绍的屏对比都是静态对比度 这个数值越大意识着屏幕的色彩展现能力越强 反之就是画面灰蒙的一片 一般笔记本的对比度是400比1到700比1之间 色域指的是屏幕能够表达的颜色范围 色光三颜色是红绿蓝 表达颜色可以被亮化 变成一个二位坐标XY 一个屏幕表达XY的范围就是色域 为了规范屏幕目前常见的有三套色域机制 它们是SRGB,NTSC和Adobe RGB 一个屏幕色域可以根据这几个标准来标注 比如100%SRGB和72%NTSC SRGB是面向数码设计和显示屏制定的 NTSC是为了电视而制定的 Adobe RGB是Adobe为了彩色印刷而制定的 笔八屏的士和一般玩家都偏于使用NTSC标准来称呼色域 因为其范围比较大 72%NTSC就约等于100%SRGB了 色域理论上来说也是越大越好 越大意味着颜色的显示越多越显艳 不过实际上超过100%SRGB后 普通人会看起来颜色过度显艳 这是因为现有的软件、视频、照片等等 都是基于SRGB做的 如果没有一个色彩管理软件来管理屏幕色域的话 照片内的颜色就会被过度显示 看起来会自然 台式级显示屏现在基本都在72%NTSC以上 笔记本主要在45%到72%NTSC之间 超过72%NTSC的屏幕被商家称为广色域屏 但实际大多玩家认为只有到95%NTSC以上才算是广色域屏幕 屏幕色彩 是表示液晶显示屏亮度强弱的指数标准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色彩指数 市面上常有说什么8比特屏、10比特屏之类的 指的这个问题 拿8比特来说 指的就是红绿蓝三个颜色 每个颜色用8位的数字来表示 每个颜色有亮灭两种状态 即有2的8次方种颜色 总的颜色就是2的24次方 1670多万 屏幕参数一般标入的就是这个数字 16.7M 6比特对应的是262K 两者相差挺多的 10比特屏很少 一般也是面向于专业级用户的 8比特屏在台级的高端屏幕中常见 而6比特屏则是笔记本的普通交流 有些无量省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屏幕色彩 利用像素抖动技术将6比特屏等效为8比特屏销销售 这个显然跟原生的8比特屏幕有所不同 不过一般来说色彩指数对于普通用户意义不大 日常找不到可以利用8比特屏上的场景 面板类型和可视角一起说吧 这俩是相关的 屏幕面板现在有很多种 笔记本中分为两类 一个是TN 另一个是IPS广视角系列 TN屏估计大家经常听到 是应用最广泛的面板类型 成本低廉 可视角通常不会很大 尤其是斜上斜下角度看着屏幕时 会有明显的变色 IPS是为了改善液晶屏幕表现的一种新技术 优化液晶分比排列 使得各种角度下看屏幕时颜色基本不会发生变化 除此以外 IPS还有色彩还原真实 动态图像表现出色等优点 使得该面板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不过由于IPS是LG的专利 其他厂商为了避开专利授权 各自也弄出了类似的广视角技术 比如三星的POS 有拿的AHVA等等 实际都是大同小异 由于IPS这个名词 被大家所熟知 笔记本厂商即便用的是POS或者AHVA屏 也都宣传成了IPS IPS还有很多分支 这里就不细说了 笔记本基本都是IH IPS 响应时间包含黑白响应时间和灰接响应时间 所谓的黑白响应时间 是指液晶显示器中的像素由暗转亮 或者由亮转暗所需要的时间 早期的CRT时代 由于发光原理的优势 响应时间很短 当时也没几个人关注它 然而到了液晶时代 由于液晶分子的扭转需要一个过程 响应的时间问题也逐渐显现 由于实际使用中 屏幕像素的变化并非总是在黑白之间转换 黑白响应时间的参考意义较小 厂商于是又提出了一个灰接响应时间正面 举例来说 巴比特屏幕刚才说了 每个颜色有2的8次方度 也可以称为2的8次方灰接 这么一说 大家应该就理解灰接响应时间是啥意思 其实指的就是 是某个颜色到某个颜色转变所需要的时间 牧羊厂商为了提高纸面数次 把灰接响应时间搬出来 然后找个纸径颜色测转换时间 取个最小时标上 如何知道标注时间是黑白响应还是灰接响应呢 如果他们还有点良心 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 这个时间后面通常会有过扣号 里面如果是TR加TD 那么就是黑白响应时间 如果是G2G 那么就是灰接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越大 屏幕托颜严严重 对玩电竞的影响越大 笔记本的TN想象时间 一般在8毫米左右 IPS比较大 有25到40毫米 现在一些大尺寸的IPS电视 想象时间达到了夸张的80毫米 看电影都能明显感觉到人物有托颜 基本参数就介绍这么多 前面看不懂其实无所谓 只要听接下来讲的 如何辩解笔记本屏幕好坏就够了 说了这么多参数 就算咱们一清二楚 到笔记本购买界面 也是一连问题 啥 你问我屏幕量多大 对语度多薄 想用时间多少 我只能说过什么 笔记本厂商算是数码硬件里最无良的之一了 现在手机都是配置参数明码评价 音频解码都敢给你标出来 反观笔记本 屏幕基本只提到TN或者IPS或者1080P 再深一点就非常困难了 除非某款笔记本用的好屏幕 把好看的数据都标出来增加卖点 难道你还指望他用垃圾屏还告诉你他是垃圾啊 于是 想得知屏幕的好坏 只有靠消费者自己建议 或者像我们这种良心评测吧 使用IDA64软件 在显示分支下选择显示器一项 就可以看到当前与这台机器用的是什么屏幕型号 比如这张图底显示的B156HTN3.8 然后打开网页 百度 屏库网 进去以后搜索这个型号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具体参数了 对比上一张提到的东西 这款屏幕显然是典型的垃圾屏 亮度低 对比度低 色域低 可视角窄 只剩想用时间这个TN屏都有的优势了 实际使用时 这种屏幕会泛白 偏暗 偏灰 这种屏一旦瞅习万了 以后瞅啥都觉得太亮太鲜艳 当然有时候IDA64读不全面板型号 甚至不识别 此时就真得靠评测了 刚才那个垃圾屏是所有参数都不行 那如果碰到某些参数很好 但某些不行的 那该怎么判断是好是坏呢 下面举三个例子 LG的某型号屏幕 这个屏幕是IPS 对比度也挺多 然而亮度和色又却不行 这个屏幕实际使用时 会感觉颜色显示不够鲜艳 同时也偏暗 色彩湿真明显 这说明IPS屏幕也不都是好东西 当厂商只标注IPS 却不敢说色域的时候 这就要当心了 奇美某型号屏幕 天屏 亮度对比度低 但是色域非常高 可视角左右很大 然而上下却很正 讲到底 这个屏幕我看到的时候都惊了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奇葩的词 实际使用时 即使你正对着屏幕 也能发现上下方的颜色跟中间的不一样 然后就一种怎么调屏幕角度 都无法看着正常的感觉 这就是上下可视角度过窄的机会 实际上这个屏幕跟刚才举例的 那个垃圾屏体验没差多少 那个垃圾屏是感觉泛白偏灰 这里泛白减弱色彩艳的体验 实际用起来还不如上面那个低色域的IPS 松下还有型号屏幕 IPS屏亮度很高 对比度暴敏 色域也不错 但是黑白显示时间达到了80毫米 这款屏幕如何呢 来咱们看看用这个屏幕的机器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答案了吧 这玩意不是垃圾 是极品 至于显示时间过高这个问题 是因为面板为了达到更好的其他参数 才新生了它 其实很多高端显示屏也有类似的妥协 反正这种机器也不是给你打电竞用的 脱领的问题影响不大 说这么多 我自己感觉挺乱的 判断屏幕好外 难道就不能简单点 只看一个参数就能定吗 这个东西很久以前大家也心想了 当年说1080P屏幕好的就这么来了 以前由于工艺不足 笔记本的垃圾屏都在7-8P上 上1080P的面板不算低端 所以其他参数做的也都像模像样 基于这一点 当时的总结就是 无脑上1080P准没问题 秒7-8P通通的 然而时过境迁 工艺不是问题 所以垃圾面板也跟着一起生成了1080P 厂商借着以前大神的误导 通通都宣传自己是1080P 无非就是想让小白以为 这部屏幕不是垃圾 哥哥 所以让我总结一个简单参数判断 还是有点心虚的 万一有个厂商不能按套数还呢 姑且总结点东西吧 看看就好了 1-色域高的屏幕不一定好 但是色域很低的一定是垃圾 2-IPS屏幕不一定好 但是上下可视角只有不到40的一定是垃圾 3-亮度高不一定好 但是亮度很低的一定是垃圾 4-15寸笔记本垃圾屏最多 17寸很少 至少目前是 买17寸的相对省心些 5-新笔记本 15寸标天平 不出意外就是垃圾屏了 6-目前的4K屏跟当年的108P一样 无需担心是不是垃圾 还有某些特殊的品牌 也无需担心屏幕是不是垃圾 在我看来 这些参数按照预先机排序 应该是色域 可视角 亮度 对语度 想象时间和其他 目前的屏幕 如果保证了72% NTSC和IPS的话 就不会是垃圾屏了 不知道这个阶段还能撑多久 现在有这么多使用垃圾屏的笔记本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消费者大多不清楚 甚至不关心 如果消费者都知道了这些真相 厂商就不敢再这么浑水摸鱼了 笔记本的屏幕 也会逐渐的像手机那样 一点点好起来 杜绝垃圾 从你我做起 还笔记本一个美好的一天 好了 这期的科普事情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笔记本的屏幕 是否有更多了解呢 如果你同样喜欢笔记本 或者正好想买一台笔记本 那么可以关注我们笔吧评论室的 微信公众账号 我们每天都会推送一篇原创文章 和大家简单聊一聊一款笔记本 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 和电脑相关的小知识 和大家一同交流笔记本技术 OK 交流买本心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笔吧课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